你能想象我们未来出门不需要带现金 所有现金交易都成为历史吗 如果你这几年有到过中国的话 相信也能感受到什么是无现金的社会 就连乞丐在街上讨钱也有QR扫描条码 这种情况很可能就要发生在我国 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旗下的微信之父 正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第一炮就选定在马来西亚 腾讯已经向国家银行递交申请付款执照 一旦获得批准 我国用户就可以连接银行账户和微信之父的应用程式 以令吉进行买卖 从前的掏腰包付款变成现在掏手机付费 有了微信之父 我们熟悉的微信不再是单纯的通讯应用程式 它几乎变得无所不能 从购物 餐馆订位子 点餐 订酒店房 甚至是用手机打开房门都不成问题 腾讯的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有6亿名微信之父火跃用户 人数还超越最大的对手支付宝 无现金社会就在不远处 我们都准备好了吗